马克思下令缓和局势是真 但不是要停止挑衅 两大原因决定了马克思需要重新找回节奏 才上演了一出缓兵之计 中非两国副外长刚会谈完毕 南海局势就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向菲律宾武装部队下令 推动南海局势的缓和 此外 在美国计划将中程导弹部署到菲律宾这一敏感时期 马克思也做出了决定 撤走美军部署在菲律宾北部的中程导弹系统 马克思的反应 无疑是第九次南海问题双边会议的成果体现 一个稳定的南海局势对我国来说是有利的 这样我们就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其他需要关注的地区 如台海 西太平洋等 但是 对于马克思的这番动作 我想说的是 还真别高兴得太早 原因有两个 菲律宾会停止在南海的挑衅行动吗 并不会 正如我前面说的 如果南海局势稳定 我国就能将更多精力放在台海和西太平洋 这是美国人不想看到的 而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 其中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就来自美国 美国希望南海局势紧张 这样我国就必须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南海 这是南海局势紧张的核心所在 只要美国人想要打压中国一天 只要菲律宾这棵墙头草往美国那边倾斜一下 南海就别想太平 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是 随着美国牵头 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盟友相继扩大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 开始以菲律宾为跳板 进一步介入中国周边地区局势 南海已经成为了风暴眼 并不是菲律宾现在说缓和局势 这个局势就能够真正缓和下去的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马克思这次看似是为缓和南海局势做出了努力 可事实上 这并不是马克思幡然醒悟 要停止在南海的挑衅行动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马克思是下令要求菲律宾武装部队缓和局势的 而在南海 菲律宾的挑衅行动 从来都不是由菲律宾武装部队直接发起的 至少明面上不是 菲律宾海警 菲律宾所谓的民间船只 才是菲律宾在南海挑衅我国的主力军 在这里面 肯定有菲律宾武装人员的参与 就好比前那时间在仁爱交的交锋 中国海警就在菲律宾船只上 将菲律宾武装人员给缴械了 但是 菲律宾在南海的任何挑衅行动 都不会由菲律宾武装部队主动发起 因为这样做 性质就变了 接下来 菲律宾要面对的就不再是中国海警 菲律宾将缓和南海局势的命令下达给菲律宾武装部队 这在我看来 完全就是做给我国看的 就是单纯地告诉我国 南海局势再怎么紧张 希望双方都不要上升到军事层面 也只有这样做 在南海局势愈发紧张 我国海军055大驱和航母 徘徊在菲律宾一侧后 菲律宾才能够重新将南海这一块的交锋 拉回到自己擅长且能够接受的节奏 当中飞在南海的交锋 不会升级到军事层面时 菲律宾接下来还是会利用所谓的民间船只 在仁爱礁 黄岩岛 以及现在愈发紧张的仙宾礁海域 对我国发起挑衅行动 菲律宾这种小刀子割肉的行为 是我国在谋求南海局势稳定时 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 且需要保持警惕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